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我知道就是說 因為以台灣的民主化的程度 規定色彩是蠻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不管它什麼色你喜不喜歡 你去規定一個顏色 其實就是在一個多元社會 或非常自由的台灣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雖然這是一個很好的夢 所以必須要找到那個solution 就是說你推動的策略 你會是怎麼樣去漸進的往這個方向去推 那我在那個 因為今年我在裡面也有寫到一個 就是說法國 因為我認識巴爾薩克的館長 那他最近來我有接待 我就跟他說我要提這邊的 你們法國有什麼案例可以給我參考 他就開始講說城市的色彩 他說在法國其實他們是一區一區 譬如說他是工業區 他工業區的城市他們是居民去票選的 他是用一些票選的方式去決定他的色彩 有些地方是粉紅色 有些地方是白色 有些地方是黑色灰色 dark gray或什麼的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可以透過一些event去創造 因為一定沒有人會希望台北是黑色嘛 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是可以透過一些網路的吹聲 或是event的一些引導 去把那個大多數的白色的意見放大 就是說如果是大家都覺得白色很多的 可是如果在座的以外的人 大部分都希望灰色的時候呢 你就要去很用力的去改變這種 對於色彩的美感跟城市的關係 那這很多那個pre event可以去發生 去城市行銷 而且同時在議題上面 statement上面它可以focus 就是說讓大家去喚起城市色彩 原來你的城市是灰蒙蒙的 或是你是髒兮兮的或是怎麼樣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透過這個來做一些議題的塑造 然後凝聚一些更美好的共識 因為傳統的公務體系 真的就是讓人家覺得是一個很蠻憨 很被動 然後不想要面對現實的狀態 我自己跟我的工作同仁 我覺得我們這麼多年來跟國外的朋友接觸 我反而覺得看到另外一件事情是台北的驕傲 就是他們覺得台北在做很多事情非常前進 那事實上我們在做URS這件事情是希望 我們要給21世紀的整個世界的都市發展論述 提供一個台北的經驗 告訴他這是一個台北的特殊性 那我也相信我們在兩三年之內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論述形成 那當然這個論述來自於很多人的參與 包含像URS這個概念 老實說是龔書長想出來的 就是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 利用晚上大家不斷的討論 然後忽然就蹦出來那個事情 所以很多概念事實上在很多的這些過程中 是不斷想像的 我把它設定為它是一個都市革命 這都市革命基本上是要改變台北的這個價值 那我們把URS設定為一個 它就好像都市針灸一樣 這個人病了 傳統的西醫就是把它解剖 然後去用一個系統一個系統去改 那我們現在嘗試用一種新的不同做法 那這個做法其實就像針灸一樣 就是我們把它每個URS都設定為是一個據點 一個點插進去就像針扎進去一樣 你不會一直扎在那裡的 你抽開之後那個整個氣血那個筋脈就會通 那通了之後它就讓它自己去做 那麼因此我們在URS現在持續在擴點 每個點做法都不一樣 我們希望在台北市尋找各種可能的點 我不管是政府的地 有些是中央地我們就跟它代管 像我們在今年7月會開幕的中山配銷處 是URS21 我每個號碼就是它的門牌號碼 是URS大家的 那有些是跟民間合作 有些是純粹談判 我現在正在跟另外一個大學談判 準備把它的眷設釋放出來 變成是一個cluster 然後改變整個城市的氛圍 那這一面當然是需要不斷地有更多人來協助我們 而且我們不斷地跟大家來做請益 所以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透過AGUA 邀請了那麼多人可以給我們一些經驗 可以給我們一些支持 日本外相宇田之曾經講過一句話 當初他們是反出自民黨另創新黨 那他們講過一個人吹喇叭 到最後總是會組成樂團 我也相信整個台北未來的可能性 其實會因為大家的這個參與 未來又有越大的機會 做生生不息有生命意義的事情 我是屬於這種人 我做任何一件事要把它生生不息 Sustainable business 非常非常重要 說台北市是絕對是有這種可能性的 因為有很多人在覺醒 年紀輕人 通通在覺醒 那我當然希望 處長這邊 林處長這邊能夠 我不曉得因為我跟中泰談過 我特別請他兄弟兩個來 談了我的那個大陽台生活 你知道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能不能 我剛剛講的例子針對他們 我說你能不能夠蓋一個房子 你的員工可以住的 我不要蓋那麼多大陽台 然後有大陽台 我跟他講 三十坪八坪那個 我跟他談了 但我知道他們不能做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 建築法規的關係 可能八坪就不能夠算在戶內 我不知道這是困難的問題 但我跟他講 你在賣lifestyle 你沒有錯 你有豪宅的lifestyle 那還有我們這些人生活的lifestyle 你一定要針對這個lifestyle 建築一個產品出來 你不賺錢 但你make statement 我就挑戰他們說你可以make statement OK 時間的關係 最後就是加油 OK 我的意思是 OK 然後很佩服你 我們剛才談我們的好朋友 那個記憶也是這樣 讓你們能夠進到公部門 是一個很殘忍的一件事 但是我相信 最後也是要靠你們的付出 然後讓我們的public space 或者讓我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空間 能夠更好 所以謝謝你 然後跟校母 能夠辦這個活動 我現在大了解你們的意思 要做個論述 把台北市的一些future 一些定位出來 我相信我們都在這邊 然後不只今天這個會議完就沒有 有任何時候 你願意的話 約一個時間 大家在腦裡激盪一下下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能量對你來講 就是說我們在台北的那種生活經驗裡面 我們有很多在頂樓租房子住 但是那頂多也不過就是 你去某某朋友家 兩三個這種private的這種狀態 我們很少在頂樓去host一個公眾 大家可以一起聚集 然後可以在那邊聽音樂 看表演的那個地方 但是其實台北有極大的像這樣的潛力 所以我後來我就不斷地跟業主洗腦 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來不要妄想的教室 這件事情 我們來做一個在都市的頂樓 大家可以公眾的聽音樂看表演 都是這樣一個地方 那確實 譬如說在建築系的這個領域裡頭 過去幾十年好多學生 你鼓勵說他就發現台北的議題 你看這個頂樓這個題目 大概出現不下上百次 所以不斷地大家在圖紙上面 去消耗那個幻想 但是從來沒有真的有那麼一刻 就有實現的那個機會 我覺得其實這個東西 它有莫大的潛力 我後來才發現說 確實其實它還是有一個行政上面的 法令上面這個關鍵 那我覺得像今天這個場合就是說 譬如說有處長 有這個公部門的大家一起 然後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說 各自的那個點的那個狀態 不再去區分說 這是做官的 然後這是小老百姓 我覺得這種合作的那個氛圍 就是這個對話的氛圍 我覺得那個東西 那個幻想我覺得是指日可待 因為房子普通有四層的 八層的或幾層 它都有一個 就一個時期都有 差不多那個樣子 那假如說 在上面 我們有一些植栽 或在上面 把它連結成為一些公共空間 或說做一些藝術 他們就在他們的屋頂 屋頂是個很大一個平台 那上面雖然長得草 可是因為它的周邊的房子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那他們就在上面 放個桌子 放個椅子 放個床 或說原來的那個冷氣機 或說他們在放個沙發 放個舊的沙發 放個摩托車 這個時候 外面的那些建築物 連接在一起的時候 就這邊其實可以創造出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 關於城市的景觀的一個想像 甚至他們可以找一些 那個回收的一些簡單 那個叫工地的那些材料 做個簡單的架子 可以做各式各樣的 居住的一個實驗 兩者 感谢观看